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分享的 就在我们身边 是我们家庭 给予我们的一份关爱 我们先通过几张照片 一起来感受一下 主人公的生活状态 来 请看 这个小女孩呢 名字叫做李美诺 她旁边这些小盘子里面 所展示出来的 都是她每天精致的早餐生活 而这些漂亮的早餐 都出自于她的宝藏爸爸 今天呢 我们在现场也请来了 可爱的小美诺 还有她的爸爸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有请二位 有请美诺 有请美诺的宝藏爸爸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我叫李美诺 我今年十岁了 上小学四年级 大家好 我叫李明 我是一个全职爸爸 因为他小时候特别挑食 不爱吃水果 我就特别担心 他会营养不良 有一次呢 我就去公园带他去玩 突然看见公园里边 有一只大白鹅 他特别喜欢 他说 爸这大白鹅好漂亮啊 我就灵地一动 第二天我就是 把他喜欢的大白鹅 给他搬到了我家的早餐桌上 就是这个是不是 对 这一个 哇 果然草莓 香蕉 草莓 没法 然后那个身子是 鸡蛋的一半 切了一半 然后那个薄茎和他的那个小爪子 是用什么做的 黄色的巧克力酱 哇 这也太好看了吧 对啊 这个早餐里边啊 草莓是一个影子 他当时挑食呢只吃草莓 其他水果不吃 我就以草莓为花 你看看 然后鸡蛋为鹅 然后香蕉为岸 做了岸 当时还记得那只大白鹅吗 我记得 当时我看到这只色香味 继续喜欢的大白鹅 高兴极了 连平时不爱吃的水果 都吃了一个精光 从他两岁半到现在十岁吧 大概做了有1000多份早餐了 1000多份早餐 哇 你太富有了 就你这一顿早餐 就够我羡慕你好久的 你有一千多份早餐 那不让我羡慕死你了 真的 是不是随着他的长大 其实他的要求开始变高了 大白鹅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吧 满不了他了 他四岁的时候我记得 他喜欢看那个《疯狂动物城》 然后看完之后 爸爸爸爸我喜欢里边 爱吃甜甜圈的报警官 你给我做一个吧 我说报警官我也没见过啥样呢 你还得去看 不得看 看完之后就是用诗材 给他拼了一个 这个是报警官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 这个基层的话 可以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面包 上面用那个姿势 用高温给他 让他画了以后给他抹上 抹鱼也可以 明白了 然后慢慢长大了之后 是不是 后来以后就是更难了 拿了一本书西游记 他说爸爸你看西游记里边 有这个孙悟空 我喜欢孙悟空 你能给我做一个吧 好假话 我说孙悟空对 我就拿着书研究好几天 当然孙悟空还不满足 然后又是唐僧 沙僧 朱伯剑 然后还有哪吒 奇了 最后还要给我要铁山公主 还要铁山公主 他喜欢那把扇子 神奇的扇子 后来做了没有 做了 做了一个超大无极的扇子 用什么做的 用香瓜 香瓜 切掉以后给他 磕出那个发酵扇来 我注目又想到爸爸的手 也可以这么巧 都是为了他 看看 因为爱是不是 对 因为爱 对 再往后 我觉得又不是拿本书了 是不是 对 对 对 后面还有什么高难度 给他讲一些 像咱们比较经典的 一些国学故事了 比如说三个和尚的故事 他上了小学以后 会接触好多小朋友 融入到团队里边去 我就给他讲一些 跟小朋友 在一起相处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我会问他 我说女儿 你看那个第二幅图 为什么小和尚 铺上的脸 为什么大和尚在偷笑 为什么 现在还记得不 我记得 因为大和尚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以大欺小 小和尚不高兴了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三幅图 加在一起 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 互相团结 你和目前 你不能自己想什么 自己就干什么 真的 一顿早餐 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不是 对 我觉得这个表情 你真的太生动了 你看你第二章 一个特别得意的样子 小奸祭得逞了 是不是 然后下面那个小和尚 被欺负了 被欺负了 我个子矮你就欺负我 那种感觉 活灵活现 会有做失败的时候吗 有有有 还特不多呢 特别多 对 那一般要做失败了 怎么办 做失败了 就我失败 然后基本上早餐 断上桌 我就吃饱了 我就看到他死 好吧 那你看看 再往后的话 这个人物就越来越有难度了 似他每人都做出来了 对 这是另一个层次了 哇 另一个层次 已经到了他这个 十岁这个阶段了 进阶版 这是貂蝉败月 昭君出赛 这是贵妃醉酒和西施幻沙 刚才爸爸说 其实在做这些早餐的时候 都有给你讲一些故事 是不是 那四大美人当中 你受教的是什么呢 以前王昭君 非常有名著大义 他为了和平 便赶赴边疆 和谗鱼结为夫妻 传说在他出赛的当天 他弹奏了一首曲子 这些大雁 飞往南边 听到他那优美的琴声 和他美丽的容颜 纷纷忘记了扇动翅膀 居然掉了下来 哇 因此沉于洛雁的洛雁 就成了王昭君的哑昌 哇 好棒啊 爸爸是不是看到 美诺这样滔滔不绝地 讲述的时候 也觉得很欣慰啊 因为这个故事给他讲了 有两年了吧 他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 你看看 聚教娱乐特别好 真的 你好幸福啊 这么多好看的早餐 我看今天爸爸好像也带来了 几份成品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太可爱了吧 这个二师兄 对这个 猪八戒当时做的时候 就是也特别巧 正好有个橙子 我切完之后呢 橙子皮这块肚脐这块 我一看这个形状特像猪八戒 我就借助这个橙子的形状 去做了猪八戒 这个大肚子这种感觉 这是我就是近期的作品 这是中期的作品 中期的作品 中期的作品就是没有近期的作品 越叫越乐 那时候可能就是为了花卉 说他不太喜欢吃这个猪猪 我就把它做成孔雀的羽毛 我说你看这 他的羽毛多漂亮 你吃一口尝尝 他尝尝了一口说 哎呀 还不难吃 还可以 然后就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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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平时你光负责吃了 今天你也负责参与一下 感受一下爸爸平时有多辛苦好吗 好 一二三 加油 加油 来 大哥得有爱吧 爱的话那不用说我们父女呗 我来负责哥吧 就是弄一些小音符是不是 就弄小音符吧 对对对 来我们分别动手 我的话 给我啦 哥老婆给你了 我这边选点什么呢 这个 可以 你跟黄的吧 来吧 开锅 小心啊 你看切的时候这样不是晃吗 可以像这样 这样他就很难 对这样他不会来回滚了 我正在很努力的想要制作一个音符 竖一个符 是不是 我这算不算一个比较失败的音符 这就算我们的第二个音符 笑脸挺高 我未爱儿哥的歌已经结束了 看你们的了 大叔就成了 我们大叔也成了 未爱儿哥的歌也有了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加油 还有一个游戴 好 坐在海边吹着海风唱着小歌 唱着歌对 来咱们仨几个掌吧 合作愉快 耶 耶 这就是我们的未爱儿哥 对 所以你看其实只要有心 有想象力 然后有耐心 有耐心 说得好 都可以做得出来 这么漂亮的一个早餐 是不是 今天其实来到我们未爱儿哥 你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是不是 对 今天是我爸爸妈妈结婚二十周年 二十周年 我给他们一个惊喜的小礼物 那我们把妈妈请上来好不好 好 来有请一下美诺的妈妈 来来有请 妈妈 帮她去赢一下 美诺说这个是你们二十周年 的一个结婚纪念日 对 刚才爸爸展示了好多他的才艺 而且在刚开始介绍的时候 他特别讲了一句 他说他是全职爸爸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一下 在家里当中 你们二位是怎么来分配这个角色的 当时结婚之初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俩的话 然后是高中同学 后来大学 然后又考在一起 这就是人家羡慕的神仙眷侣啊 然后一起来北京一起 然后创业 然后有了美诺 有了美诺之后 生活可能还有包括工作 才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 对 当时是什么原因 爸爸决定说要做全职爸爸 那时候就是美诺出生以后 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没有老人帮着我们照顾孩子 然后就是就由我妻子去照顾 照顾他两年半的时间里 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那个时候相当于是 特别累 在家里照顾 对对对对 他也先照顾两回半只见 为了孩子 然后就等于是放弃了事业嘛 那时候觉得也挺难的 因为没有经验嘛 然后着急孩子生病啊 或什么的 都不知道束手无策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有时候就自己哭啊 然后什么的 挺那心里面 然后有点抑郁的那种感觉了 老公很心疼吧 对对 然后我看到他特别疲惫 然后脸上又特别憔悴 然后头发在 不能说一夜白了吧 也差不多就是白了一多半 哎呀 后来我觉得 他是不是上班 应该更开心一些 因为我作为丈夫 有些苦我多吃一点 他就少吃一点 有些责任 我多负担一点 他就会轻松一点 所以我们俩就商量 说要不你去上班 我来照顾 做这个决定 您心里是什么感受 他也是属于事业型的那种 他因为他是一个 追求完美的人 细腻的一个人 因为我是一个 出现条的人 然后带孩子上面 也没有经验 他也挺理解我的 我说那行吧 那我就去上班 然后你带 带孩子带女儿 那有这样的一个家庭 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 你心里就没有半点委屈 或者是怨言吗 基本上没有 因为我的妻子为了我 付出了这么多 她从开始怀孕 到在医院里边就生产 我全程陪同 确实不容易 她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然后后来我觉得 家里有这么可爱的女儿 然后又有这么疼我的妻子 我觉得我做再多 我也知道 嫁对人 她也受了好多人的 然后那个误解啊什么的 对 误解一会儿 然后做一个男人 应该是自从一个家 是啊 应该然后就是 一个顶梁立地嘛 嗯 但是然后她一直都默默无闻的 然后就是 藏在心里也不说 当时我就反过他们 我说同样是女人 也有追求事业的权利 男人也有追求 照顾家人的权利 你才是好爷们儿 真的 有这份担当 有这份胸怀 哎呀 爸爸这份宠爱 在女儿的身上 表达的淋漓尽致的 所以能看得出来 此时此刻觉得这个家庭 是非常和谐的 而且其实一个和谐 和睦的家庭 一定是彼此都有牺牲的 对对对 一定不是说 只顾自己的一个状态 要不然的话 没有退让 没有磨合 怎么可能才能让 原本的几个个体 融在了一起 对不对 才能成为一个小家庭 所以美诺其实就是 特别跟我们的导演组说 爸爸妈妈 二十周年结婚纪念日 我想二十周年 应该是一个 我们叫做瓷婚 我们都忘记这个 是不是 是瓷婚 是瓷婚是不是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时间节点 当时她就委托我们说 能不能帮她想一个 什么样的礼物 然后在今天 能送给爸爸妈妈 我们 你还给我准备礼物了 我们帮你完成了这个心愿 把礼物给你拿上来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看 来 这个礼物呢 是一个杯子 是一个瓷杯子 瓷杯子 也正寓意了你们的瓷婚 但这个杯子 不仅仅只是一个 小小的杯子而已 是非常的特别 你都知道了 是不是 不是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她有多特别 什么样的惊喜 看这一边 哇 好漂亮 我这边好看 我这边好看 20周年结婚金愿日 看看这幅图 其实是美诺亲手画的 是不是 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说你偷偷在屋里画 画什么你还不说 这是一个地球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然后这是我的妈妈 爸爸 还有我 啊 你们三个人一起 爱心就是 希望我们能永远地 幸福生活在一起 太好了 我们也把这些宝贝 谢谢你 一分次给爸爸妈妈 谢谢你 好幸福啊 其实一切的一切 都基于最伟大的爱 也是因为这一份 亲情和血缘的关系 然后把你们彼此的 凝聚在一起 这么的紧密 美诺你是特别幸福的 女孩子 能够在这样的家庭里 成长起来 我祝福你永远 这么幸福快乐 美好的长大 你的每一天 都像爸爸送给你的 这个早餐一样 充满了惊喜和期待 也祝福爸爸妈妈 永远相亲相爱 好不好 祝福你们一家人 永远幸福 谢谢 谢谢你们 而且在最后 其实美诺 除了这个礼物之外 还有另外的一个礼物 要送给爸爸妈妈 是不是 对的 我想送一首 不安眉小孩 给爸爸妈妈 我非常的感谢 爸爸妈妈 能包容我这个 不安眉小孩 给我一个快乐 幸福的小家 说得真好 来 我们一起期待 当我的笑灿烂像阳光 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 这世界才为我鼓掌 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 只有你担心我受伤 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 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 为我重启沿途休息的地方 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 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你却好像狗玩心肠 我犯错犯傻的模样 我不完美的梦 你陪着我笑 不完美的勇气你说个勇敢 不完美的来 你笑着擦干 不完美的跟你都会唱 我不完美心事 你却放在心上 这不完美的我 你曾当作宝贝 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 但却最美 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 但却最美 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 大 去至于 也许不完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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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